为什么球迷会感觉到塞尔维亚的后卫群已经完全达到了NBA水平 看完CBA后卫和塞尔维亚后卫的训练你就知道差距 首先来看看塞尔维亚空卫阿弗拉莫维奇的一个普通日常训练片段 在这段32秒的训练视频中 阿弗拉莫维奇没有投丢一个球 他也没有扣丢一个球 他的投篮和扣篮动作都非常丝滑 各位别看这些动作都很基础 但事实上想要在高速冲刺扣篮和远距离投射中持续循环 这对运动能力和体能以及投篮稳定性都有极高的要求 如果说连阿弗拉莫维奇在日常普通训练里都是这个水平 很难想象他们的伯格丹和古杜里奇会是什么水平 再看看CBA球员在国内的日常训练 这是一段某CBA球队的训练积极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我们的后卫球员在中阶段采用的基本都是上篮的方式 而且强度和对抗看上去并不是很大 整体更像是日常康复训练 这样的球队训练对比六三宁赴美的训练强度确实差了很多 此前CBA后卫张辉在社媒上有这么一段训练视频 在首演协同的训练中 张辉展现出的抓取概率和运球基本功的水平并不高 再结合王志林此前的日常训练强度 很难想象CBA训练到底是什么水平 此前塞尔维亚核心伯格丹说 我们的男篮不会打球 或许他说的真的没有错 那么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lov zag 向这边 одespfully 自行 率